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 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追悼邓小平的真实影像 江泽民饱含热泪深情地念出追悼词之后 无数观众低下头颅 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送了邓小平最后一程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用一辈子践信了他说的这句话 甚至在临终前他还不忘国家和人民 并委托自己的夫人给江泽民写信 一定要在自己死后完成四个任务 江泽民在看到这封信后瞬间哭成了泪人 心中的四个任务究竟是什么 对之后的中国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1997年元旦 93岁的邓小平被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邓小平住在南楼的顶层 正月初一的那天 医护人员和邓家人都守护在邓小平的身边 他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老爷子的身体能出现好转的奇迹 可现实是邓小平连呼吸都需要借助机器 12天之后 傅春莹对邓小平进行了最后一次抢救 在这之前发生过好几次病情的变化 邓都抢救回来了 这一次他们同样全力进行抢救 可是面对冷酷的病魔 这一次他们再也无力回天 当天晚上9点08分 邓小平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至于消息很快传遍全球 国际上各国政要和国际机构都在以不同形式表示调研 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发来调研店 联合国也为此举办了降半期仪式 而国内对于邓小平的事实却没有显得过躁 因为邓小平早就表示 在自己去世之后 不要造成过度的人力物理消耗 更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正常进行 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 邓小平很早就主动要求自己隐退政治舞台 把自己的影响力不断降低 所以邓小平的叙事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秩序 有记者问一位买菜的大妈 你当不担心邓小平离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 大妈直言不会 改革开放20年了 变不回去了 要变也是往好了变 在邓小平离世前 老人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 因此他很早就给留下遗嘱 1997年2月23日晚上 在中南海工作的江泽民收到了邓小平夫人卓琳的来信 信里面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只有四点 不要搞遗体告别仪式 不要设立灵堂 解剖尸体捐出眼角膜让医学人员研究 活化遗体把骨灰洒入大海 谈完这四点后 江泽民气不成声 他会按照遗嘱中的要求照做吗 灯小平临终前给江泽民安排了四件大事 并且嘱咐一定要在自己去世之后立即执行 灯小平作为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灯小平一辈子可以说是鞠躬至尾 那么他安排的这四件重要的事是什么呢 其中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搞遗体告别仪式 要知道 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免徽和传承的 无论是优秀的人或是 都值得我们纪念 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而邓小平这样的伟人 无论从哪方面讲 都值得我们集体的送别 所以邓小平的这第一条嘱咐 让江泽民十分为难 其实邓小平提出这样的嘱咐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不要大动干戈 劳民伤财 因为如果大班特班 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正常发展 影响到人民的正常生活 并且国家举办葬礼也会花不少的钱 而且如果举办葬礼 就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维持秩序 除此之外 邓小平还在后面 加了一条不要设理灵堂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不让人民群众长途跋涉 最终他们只能选择来到解放军总医院 对邓小平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告别仪式完成之后 邓小平的妻子 也在捐赠眼角膜的同意书上签了字 这就是邓小平的第三个嘱托 在自己死后 他要捐眼角膜供医学研究 要知道 那个年代捐眼角膜这种事是非常罕见的 全国上下 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捐眼角膜这种事 而邓小平不仅知道 并且他还身体力行的去做了 这对后人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 即使在生命最后时刻 仍不忘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 此上三点都是邓公 出于为国家和人民考虑 而邓公还有最后一个嘱咐 是出于他自己心内的愿望 十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邓小平就从军委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退休的那天 所有家人都替他感到开心 邓小平自己也说过 希望退休之后的愿望 就是过上简单真正的平民生活 可以到街上随便走走 劳碌奔波了一辈子的邓小平 在退休之后 他每天八点准时起床 运动吃饭 午休打桥牌 看书看报 看足球 晚上在饭桌上和儿孙们聊聊天 这些频繁的事情充盈着邓小平的每一天 日子过得既规律又洒脱 然而除了足球乒乓球体操这些运动 邓小平还有一项非常热爱的运动 游泳 他对海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邓小平的警卫张宝忠经常提起 每次到了北戴河 邓小平总是要下水游游 身体状态好的时候 依次能游一个多小时 因为他对大海的热爱 再加上不想给家人 国家和人民添麻烦 于是邓小平这最后一个嘱咐 就是让家人把自己的骨灰撒向大海 1997年3月2日 搭载邓小平骨灰的银色专机 在首都上空缓慢的飞行绕场一周 随后离开了西郊机场 他穿过厚重的云层 飞向辽阔自由的大海 机舱里面安放着 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骨灰 在其上表面包裹着一面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前面是邓小平夫人卓琳 为邓小平尽心准备的花篮和绸缎 后面是邓小平本人的画像 在不举行告别仪式 不设灵堂 遗体解剖捐献眼角膜之后 这位93岁的老共产党员 正在完成他的最后一项使命 把自己的骨灰洒入 象征着自由的大海 他把毕生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却仍不想在自己死后拖累别人 唯物主义的高尚情怀 被他表现得淋漓尽致 飞机上的各位领导人 以及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 和亲属一起 用最庄严朴素的方式 完成了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主托 飞机缓慢地穿过云层 向着这位伟人生前最迷恋的地方飞去 当飞机飞到1800米的高空时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饱含热泪 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 她端向了许久 迟迟不想松开 她一边又一边呼喊着邓小平的名字 她脑海中浮现出 第一次遇见邓小平的日子 那时候的邓小平是一个八路军政委 卓琳是一位年轻的女学生 两人相遇相识在延安 卓琳被邓小平的真诚所打动 从此以后两人共臣服 通甘苦 携手走过了58年的风情雨雪 如今81岁的卓琳 面对自己深爱人的骨灰 她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她注视许久 才把骨灰伴随着五彩的花瓣 缓缓地洒入大海 邓小平的最后一个遗嘱也随之完成 西西分析下来 邓小平的这四个遗嘱 出发点非常简单 就是不给国家、党组织、家人或其他任何人添麻烦 邓小平这一生虽然历经风险 但是他始终不折不挠 总能在一次又一次历史的紧要关头 咬紧牙关立一碗筐来 邓小平这个名字 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 都无愧于伟人二字 当中国无法抵御海浪的时候 伟人这座灯塔 总能助力在正确的方向 指引国家和人民前行 当风吹起海浪的时候 他的灵魂也会荡漾前行 生生不息